你看见什么了 他帮他开花店 那个狐狸丁还送他玫瑰花 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这是阿坤送给你的吧 以前我一直看不起阿坤 认为他没出息 其实我错了 男人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是他心里头有没有你 一句 也许是你多心了 其实你表哥蛮喜欢你的 真香 丽君 丽君你听我说 丽君像你表哥那么出色的男人 喜欢他的女孩子肯定会很多 我才不怕呢 我就不相信 我会输给一个卖花的 半天 一天 又一片 怎么 又想把声弄坏 不是 我是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是啊 年轻的时候啊 总嫌时间过得慢 到了我这个年龄呢 一年一年的 一眨眼就过去了 连做梦都巴不得能让时间停下来呢 对啊 阿公哥哥不在的时候 我过一分钟就想过一年 他要是在 我想让家里所有的钟都停下来 小姐 我打听到了 方子一住在福人医院 你不该这样对待他 他刚走 我看见了 李俊他非常痛苦 可这不是我的错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他说你爱上一个 卖花的姑娘 你相信吗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 我的确帮一个姑娘开了家花店 她叫安琪 孤生一个人在上海 阿坤也认识她 我不想听 我累了 我要休息 她年龄和你差不多 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帮她 这就是你在英国学的 绅士风度吗 也许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能留点给立军呢 正因为我太绅士 所以我不忍心把真心话告诉她 紫衣 别 你听我说 紫衣 别这样 你听我说紫衣 听我说 你听我说 立军误会了安琪 对于我们是好事 我把心里话告诉她 她就会死心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爱情本来是美好的 为什么要伴随这么多的痛苦呢 你读过很多小说 你应该明白 爱情是自私的 是排他的 爱只能属于一个人